中国的战争 中国电影报道由韩庚首演电影频频搞笑 青春舞声酷炼喷水功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是经美 由韩庚和吴尊徐希元主演的大舞声 下个月中旬就要上映了 最近片方发布了一款以青春舞声为主打概念的制作特辑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庚等三大主演在拍戏时非常活跃 片场上笑声不断 其中韩庚一遍遍苦练喷水的场景更是逗坏了身边的很多剧组人员 什么是青春舞声 看了这款制作特辑您就知道了 两人兄弟从哪来 北京 两人要做什么 不用那块饼 电影大舞声讲述戏班两名舞声为师父报仇 夺回舞声泰斗名号的故事 制作特辑展现了韩庚和吴尊徐希元等主创在拍摄当中的各种花絮 看到他们充满朝气的表现 听着他们爽朗的笑声 您就明白什么是青春无敌了 别看韩庚等人轻松自在 欢快的背后是坚信的付出 因为扮演的是戏班里的舞声 韩庚附近要学习带有京剧特色的打戏 还得忍受戏曲演员特有的化妆方式 特别痛苦就是脱淘 就时间长了会头特别痛 就头很胀 如果时间再长就会呕吐 我就怕 就很怕拍戏的过程中晕倒 因为缺氧大脑缺氧了 就那个时候 就疼了已经是 怎么收不出来那种感觉 所以挺难受的这件事 让韩庚痛苦的还不止戴头套这一件事 头一回触电大荧幕的他 要学习方方面面的表演技巧 光是决策喷水的一个简单动作 韩庚就练到了玉库无泪的境界 而身边的剧组人员 却看得饶有兴致 直到高人出现 韩庚才算是摸着了门路 其实这一场技巧的是 韩庚扮演的孟二葵 受重山后吐血 本该悲情的吐血一幕 愣是让韩庚给喷成了搞笑场面 看到这位帅哥蒙太闭现 好生根犯的各位迷 肯定会大输过瘾吧 看完韩庚在大物生里的表演花絮 我还要提醒大家 继续关注中国电影报道发起的竞猜活动 在一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影片中 韩庚亲情加盟 请大家猜猜看 他在片中饰演什么角色 观众朋友呢 可以留意我们近期的节目 或者关注中国电影报道新浪微博 了解参与竞猜的方法 答对的观众朋友呢 将有望获得韩庚亲笔签名的电影海报 其中一位最幸运的观众 还将有机会随同我们栏目 赶赴山东微海独家探班 韩庚的拍摄现场 为了与偶像的这次近距离接触 各位庚犯赶快行动起来吧 直到这了明天18点55分 中国电影报道和大家不见不散 我是金伟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